无痕山林篇 大家好,我是Luby 欢迎来到无痕山林篇 什么是无痕山林呢? 我们常见无痕胶带,无痕挂钩商品 强调拆除后不留痕迹的优点 没错,走入山林同样不该留下痕迹 要让下一位山友享受一样美丽的山林环境 我们可以如何做到无痕山林呢? 掌握七大准则就能永续山林环境哦 准则一,事前详细规划与准备 登山计划,挑选衣物及装备千万不能马虎 登山旺季不去热门路线 队伍少于12人,可降低对当地环境的冲击 尽量不产生厨余 仔细计算并分装食物 不仅减轻不重,同时也减少带下山的垃圾量 准则二,旨在耐受踩踏的地表行走及扎营 要走现存步道的中间 没有入境时走在耐踩踏的地方 例如细时,干草,岩石或矮建筑的地上 尽量使用现有的营地并缩小活动范围 睡眠区和主食区分开 避免侵扰当地动物 准则三,适当处理垃圾 背上山的东西同样要背下山 善用食物分装袋,集中食物外包装 紫屑,厨鱼,果皮等垃圾统统带走 咦,果皮分解后能变成养分,不用带走吧 不行哦,其实高山低温环境并不容易分解的 甚至连果子也不能乱丢 要是生长起来,可能会影响当地原生物种 进而造成生态冲击 或者动物物食而生病,真是太可怕了 至于上厕所部分,尽量使用高山厕所 无厕所时,早早远离水源、营地或步道之地 挖一个10到20公分深,10到15公分宽的猫洞 将牌鱼也埋好,并且尽量恢复地面原貌 若有使用卫生纸,请记得一起带下山哦 准则是,让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留在原地 哇,这朵小花好美哦 再一朵没关系吧 反正这里有一大片,没有人会发现 这是不对的想法哦 属于山林间的一切就应该保持原貌 要是大家都抱持着侥幸没人发现的态度 很快的整个山林资源就会枯竭啦 我们不能破坏遗迹,跟不带走任何东西 用拍照方式代替采摘,捕捉动植物 不放生不属于当地动植物,才是正确的哟 准则五 将火的使用及对环境的冲击降到最低 高山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常需要花上数百年,甚至更久时间才能复原 避免生火 尽量以高效能器具主食及照明 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准则六,尊重野生动植物 山林环境是各个野生动植物的快乐家园 人类作为山林的访客 应该遵守不喂食,不破坏,不侵犯的原则 在适当距离外观察野生动物 不要跟踪或是接近,保护彼此安全 准则七,尊重其他山林使用者 江湖再走,基本里一样有 几个贴心小举动会让油气品质大大提升呢 例如说话时将地音量让彼此听清楚就好 下坡时千里让上坡的人 谨慎使用手机和灯光 静下心来,才能尽情享受山林之美哟 快跟着陆笔附送无痕山林七大星法 细细体会各个招式精髓 在七七四十九天后,你也可以练就一身无痕山林好功夫 一,规划准备是第一 二,行进路线须留意 三,处理垃圾应得已 四,保持环境要尽力 五,用火影响减缀低 六,观察动物保距离 七,尊重他人手里仪 自己的山林,自己守护 走入山林,我无痕,我骄傲 无痕山林片,到这里下课啦 路比要来小考大家咯 准备接招